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年加油站 我是欣达安 我想讲下一个话题就是 疫境里面如何从价值迷失 找回自己呢? 当我们面对疫境或者苦难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自己保价值 人生没有意义 没有自己 我想讲一个故事 是我自己的故事 要找回自己的价值 和人生意义 九年前我太太过身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我会觉得自己有些东西失了意义 失了方向 例如我们试过搬屋 我们试过搬屋 通常我会从我太太和我儿子一起 去和新的邻居打招呼 介绍自己 不过在我太太过身之后一年 我带着我11岁的儿子搬屋 那次我没有去和人打招呼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身边的人 邻居不欢迎一个单亲家庭 例如是爸爸带着儿子的单亲家庭 所以我在那里住了半年 我都没有主动和人打招呼 没有去敲门和人聊天 其实很不开心的 每天都是上班下班 但是没有自己心中的价值 我觉得不受欢迎 很特别有一次的经历 是帮助我找回自己的 那年中秋节 记得是春秋节之前那几天 我心中有一份感动 我想试试和身边的邻居打招呼 不如送月饼也要吃吧 所以在中秋节当日 我就买了三匹的月饼 一匹是两个月饼 吃安娜的 另外就是有些的三果 那天我就去下班回家 一放下公事包 我就把一份月饼和三果送给我的鄰居 就是我的鄰居一个女士 我送给她去对岗 中秋节快乐 接着我又送给去身边的人 因为我不认识其他人 所以我就试试按钟 看哪里有人迎面 我就送给她 一梯白了 我就送下送下 都送了一条 两份的三个月饼 开心完成了这份工作 接着就回家 我刚才说的那间屋的女士 出来迎唤我 她将一个 一盒四个月饼 是未踪月饼 送给我 她回礼给我 很自然就跟她说 四个那么多 我吃不完 因为我只有一个人 我是单身家庭 太太过生了 跟着她就突然间 停一停 跟我说 她看着我 我都是单身家庭 我都没有跟其他人说 那我两个就很感动地 互相握手 互相的文安 互相介绍 那些共鸣感 那些共鸣感 是回到我自己的价值 从此 我就开心了很多了 这次 我觉得 原来 方便到逆境的时候 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 是自己内心世界的一些问题 这些事情 我想不通 有些感觉不到 不是其他人的感觉 另外就是 原来找到一些共鸣感 和路人 可以把价值感提升 第三就是 可以学习 认识自己内心世界 如果有些东西 我需要突破 走出一步的话 我要勇敢地走出去 第四 最后就是 我很开心 有一个帮助我 和鼓勵我的上帝 他设心带领我 冲爆自己的价值迷失 重担保自己的价值 多谢大家